托希節到 現在去得MTO,除了想看看有什麼深水商品之外 特別是想探望一群朋友 今次就拍多了當日的情況來分享一下 我現在認下你多少錢 又不能做我們起價 不會加價吧 差一點 這麼多商品,1000元 賣到 這個眼鏡布是新的嗎 是呀 旁邊那個呢 旁邊小那個 這個小小的是什麼 這個是送的,用來抹乾貼的 Thank you 新的肥仔真的是這個 嗯 自己在家拿機咳的 怎樣咳得這樣? 即是怎樣? 因為我有一部做帶咳的 但之前一直都沒有用 那那些孔呢? 那些孔當然是那部機介 我不會自己手介 對呀,做得很漂亮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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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又看看 購入了什麼收藏品 每次都說一大堆東西 今次就直接收爹 再加一個屁股 然後再加一個多角色 我們再加一個大堆東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於是就決定買了一個無印的檔案 一張一張貼上去 就可以按分類按喜好收藏 有空的時候就馬鈴路地坐在大班椅上 享受人生一頁一頁滴味 而這本收藏集 收藏一定數量的好東西 我會再跟你們分享 在公司工作經常會有資料需要更新 密集起來一兩天就會換一次 每一次我都會貼一些靚靚貼紙 提提神幫自己打氣 順便可以屈同事看手繪人的作品 在這條片最想分享的是 半逆中女的畫卡 看到它可以幫忙提字 於是就深深了一個念頭 不如就寫這件事 就有了它了 在我的頻道中超過130條影片之中 相信比較深刻和難忘的 就會是這條影片 少有地將一些心聲說出來 很辛苦地精選了140字的對白 作為卡片的內容 不如又看看裡面說什麼吧 想當日開始玩拍片 只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膽粗粗就開始了第一集的拍攝了 拍片的目的 除了想分享摺紙的心得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 我想提出興趣就是興趣的信念 而不是由其他因素去影響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以前對著空氣死講難講 到之後開始認識多了手作人 這份友誼對我來說是很值得去珍惜 希望每一個收看我影片的小粉絲也會給我感染 慢慢愛上手作、愛上摺紙 就是這樣啦 所以對我來說是蠻有意義的 我會將它放在當眼位 好好欣賞它 一眼看完就是這麼多了 有些買幾個都放不在一起 免得花多眼亂啦 好,說完 好好收拾貨 多到買了什麼又不知道 放在哪裡都不知道 可否給我一兩個對白 什麼對白 聲音對白 可以 為何你的東西都沒有了 買完就沒有了 那麼好生意嗎 不好生意 可是我準備都不夠多 好生意 過生意 我就不知道 我準備好了